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解析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澳洲五月再次加息 但是房价为什么还能再上涨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话题本身其实跟金融交易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刚好上个周末有个朋友微信上问我 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很多的朋友们都会想问到 所以我今天就在这里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来简单说一下 朋友的原话是这样的 他说到麦克想请教你一个事 你有什么股票长线是可以看好 就是投资10年以上的那种 我第一想法就是你这个问题相信很多人都会有一样的困惑 或者说是想了解一个什么产品可以投资超过10年以上 那么如果要选择一个股票投资10年以上 澳洲到底有什么股票是可以选的 我的回答其实只有一句话 但是在说这个答案之前 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思路和逻辑 澳洲过去的10年 甚至于未来的10年 经济的发展对澳洲来说有利的因素是有哪些 我们要从这些因素上再去来判断推荐哪个股票 所以我们去除掉所有的盘根错节的分析 其实答案并不难回答 无非就是呢一是靠地下的矿产 二呢就是靠强大的移民政策 这两点是澳洲过去10年和未来10年主要的盈利点 那么前者呢更大程度上还是需要依靠其他因素 比如说国际买家的经济情况啊 如果他们国内需要很多铁矿石那么就会买 但是如果不要没办法 后者则完全取决于澳洲自己来决定人数多少 所以呢最后得出的答案也是很简单 我跟他说如果你要选10年以上的投资 只选一个股票的话 我会选择呢是联邦银行CBA 但是如果要选两个股票的话呢 我会选择是CBA加上BHP 当然了这个假设是假设在对方是普通人 没有很多金融知识 相对风险能力不是那么强 那是保守推荐 如果你有交易经验 如果你有丰富的这个金融知识 那完全可以考虑比如说锂电池啊 新能源啊 天然气啊 这些也是澳洲的优势 但是面对广大的普通人群 那么联邦银行绝对是正确答案 如果我们再保守一点 那就再加上一个之一 那么选择联邦银行CBA的依据呢 其实就是看中了他什么呢 就是他占有了澳洲房地产贷款业务 55%以上的市场份额 那我们知道澳洲的确是地广人心 但是你只要在澳洲居住过 就知道从长期来看 澳洲的房价一定是上涨 为什么呢 因为90%的新移民都会选择在 五个大的城市 其中70%的移民 更是集中在悉尼和墨尔本两个城市 所以根据上周最新公布的联邦预算 澳大利亚预计呢 将会在未来五年时间里面 接受超过149.5万 也就是150万的新移民 其中包括呢 在2022到2023年 也就是今年将会接受创纪录的40万移民 明年会接受超过31.5万 到明年年底的时候呢 预计将会有超过70万人登陆澳洲 那么内政部长呢 在上个月也是宣布澳大利亚的人口有望 将会在五年之内达到呢 2817万 现在是2650 也就增加比例接近于150 所以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虽然我本人并不是从事房地产业务的 我本人做的是大家都知道券商 但是呢我们知道移民政策有一个巨大的优势 就是可以凭空造出GDP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正常的出生人口 每年不论是2%3%4% 它都是很缓慢的 而且你刚出生的小婴儿 就算是增加了一点奶粉开支啊 尿布开支啊 它不是大的开支 而且这个小孩短时间之内 三五年甚至于十年 十五年之内不可能去工作 它不可能带动这个大的GDP 但是新增的移民则不同 除了那些少量的 比如说我们说的是难民人道主义 或者是老人家家属移民以外 绝大部分澳洲招的移民 都是青年或者是壮年群体 这些群体都是工作年龄 他们不但可以工作 一旦赚了钱还能促进消费 那更不用说像买房买车 这种刚需了 所以呢 澳洲在2023到2024年的 永久移民计划中呢 把70%的额度 是让给了技术移民 大家注意啊 这一次大部分让的是技术移民 而不是呢 之前比如说商业移民多 或者家属移民也比较多 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说明澳洲政府也知道 现在澳洲的就业市场 其实非常的缺人 所以要的并不是钱 而是呢 要你的人来了以后 可以工作 所以很多的留学生 如果你符合移民专业了 或者你在海外本身 就是有学历 有专业技术背景的 到了澳洲可以马上工作的 他非常欢迎 那么所以只要你在澳洲上了班 就有机会可以贷款买房 那你一旦贷款买房了 那么澳洲很有可能就可以绑定你 30年为社会做贡献 那么这笔买卖从现在来看是稳赚不赔的 你说在这个世界上 发达国家中 除了加拿大以外 还有哪个发达国家 还可以每年给这么多的配额 并且门槛没有设置特别高 所以回到这个本身的问题上 澳洲加息影响大不大 它绝对是影响很大 但是影响的大部分都是已经在澳洲生活 工作或者是贷款买房的人群 对于那些新移民来说 尤其是带着钱来的 可以暂时不考虑工作的那种 几乎是没有影响 如果我们打个比喻 过去是一年加了十次息 对房地产市场的需求量 产生了负十分的影响 那么在未来 自从中国开放到现在登陆澳洲 那十多万人所带来的强大购买力 和强大的住房刚需 就对当地的房地产需求 我们可以说是三十分的影响 把之前的负数全部抹平 还多了二十分 这也是过去半年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一点 就是澳洲除了地下有矿 这个巨大优势以外 还有一点祖传秘方 可以避开经济危机 至少可以躲掉很多 就是它自由 每年可以调节移民数量 虽然短期之内 我们知道大量增加移民数量 会导致很多的社会问题 比如说治安问题 开车堵车 看病就医难 租房买房贵等等 但是当大环境 充满了不确定的时候 如果你有可能 要进入经济衰退 有可能饭都吃不饱 那个时候 大量新增的劳动力 和消费能力 无疑就可以带来 更多的好处 它比潜在的劣处 或者说坏处 要大得多 说朝九晚五的白领 或者自己开个小店 火锅店奶茶店 或者自己做建筑 建材贸易进出口 你都会面临两个选择 一 移民增多 但是经济可能不衰退 或者小小的衰退 好处是什么 你店铺的人流量增加 吃喝玩乐的人增加 但是房价上涨 租金上涨 而且物价居高不下 那么另外一种选择呢 移民减少或者不来 但是经济完全取决于美国 一旦美国不行了 澳洲大概率也会衰退 接着 没有人去店里吃饭 没有人敢买衣服 买电器 利息可能是下来了 但是房价也下跌 租金也下跌 说不定你店里的亏的钱 要比你省下的租金多得多 如果你是朝九晚五的白领 很有可能你的企业将会要裁员 那么作为你 你会选哪一种 不要说你没有房贷 已经财富自由这种风凉化 咱们大部分人 我们都知道是普通人 已经在澳洲居住生活了 大部分人手上是有贷款的 一定是希望澳洲的经济好 因为澳洲的经济好 咱们在澳洲生活的才能跟着好 但是大家记住 经济好 势必房价也会上涨 永远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想想当初 2020年的时候 当时疫情刚来的时候 澳洲主流媒体和很多银行 大时乱说 说房价当时要跌30%了 跌40%了 结果到2020年7月之后 就开始反弹 那么这一次 在2022年开始加息到现在 我相信又有很多媒体和银行 去纷纷预测 去年房价跌了很多 今年还会继续跌 甚至于2024年还要跌一点 但是从目前的数据来看 4月份的时候 悉尼和墨尔本的房价 已经开始反弹 最大的一个原因 其实就是被忽略的原因 就是澳洲为了拯救经济 而突然增加了大量移民配额 这个巨大的利好消息 把之前加息的负面影响 一笔全给抹了 所以2023年是充满着不确定的一年 但是唯一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澳洲的移民数量不但不会减少 还会大幅增加 因此未来两年 除了银行业以外 70万新增移民 可以给哪一些行业 特别是上市公司 带来利好呢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 来联系我们 或者呢 有时间可以来找我们喝一杯茶 喝一杯咖啡 说不定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